来得正好 自投罗网 来啊 把他们俩给我绑了 慢着 我看你用不着着急 等我们叩拜完毕 再杀也不迟 既然来了就不怕你绑 怕你绑就不来了 少废话 你们来得正好 砍了你俩的脑袋 祭奠宗帅 住手 局势相征不占来使 大哥 他们杀咱们大宋的使臣还少吗 我们这次来调宴 是秉承四太子的敬意 既然诸位将军不以为然 尽可以以死问战 岳大哥 宗帅就是被他们给害死的 今天不能饶了他们俩 是啊大哥 我一定会报 但不是在今天 大哥你 好了好了 不管怎么说 他们两位毕竟是远道而来 祭拜宗帅的 两位 请报 不停 好 快来 老弟 乔子 传统 乔子 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率人护送两位将军离开 中途不得有半点闪失 如有差错 唯你是问 是 两位将军 请罢 秦辉 你去送送 是 哈大人 汪大人让我送你迷城 哈大人 汪大人让我送你迷城 汪大人让我送你迷城 不必劳烦秦大人 好久不见二太子甚是想念 特地让我带来一条金帕 多谢二太子 是 马上 襯着各位大臣江军都在 我有一事必须提出来 请大家商定商定 宗帅已故 我们大家心情都很沉痛 但沉痛之余还得想想 日后谁来接替宗帅之威 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啊 那你心中可有人选呢 我推选杜将军 杜将军跟随宗帅征战多年 车前马后任劳有功 他不继任 谁还能继任啊 好了好了 黄将军 我看这件事情还是稍后在意吧 下官此行还带了皇上的手谕 就跟此事有关系啊 有皇上手谕 那皇上到底来还是不来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 那我们就等 皇上一天不来 灵堂一天不拆 韩将军 此举不妥吧 此举不妥吧 有何不妥 老帅乃朝廷重镇 活伤殉职 非必寻常 就连 当前的大帝京无珠都派人前来调研 皇上年轻不知身前 难道你们左右丞相 也是如袖为甘的小儿吗 不妥 宗泽年过七十 还在沙场上干脑涂地血流三丈 若是大孝三军 知道皇上眼中 根本没有宗泽这一具尸体 哪一个还会为我们大宋成语 哪一个还会为我们社稷卖命 大将军 皇上恩德深重 若要皇上补礼书 完全办得到 只是 要先把灵堂拆了 为什么 相爷奉旨来宣布汴京的留守之日 此乃喜事 不但合适在灵堂上举行 不但要把白色的碗铃拆掉 还得挂上红色的喜帐 老帅尸骨被寒 连个灵堂都保不住 我告诉你们 有我寒室中在 我看谁敢动铁灵堂 这关系到朝廷的刚长 请大将军包涵 此灵堂拆不打 不能拆 不能拆 谁动一下是 穷则变变则通 我看把这里拆了 也没什么问题 拆的 拆的 大将军堂 王者义以来者可追 后浪比前浪更紧哪 诸位 再过一个时辰 拆掉灵堂 搭建礼堂 清官上任 天地光明 皇上隆笔勾选的就是 杜冲杜将军 果然不出我所要 老杜 这皇上上乡之事 你可得考虑清楚 这样吧 在后院搭个棚子 恭请皇上圣驾 皇上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办老帅的事情 就在这个大庭 办你的事情 去那个草棚里 韩将军 你真要下我的面子 韩世忠 你别以为长江为龙王 黄河为龟山 什么都得听你的 韩世忠 我告诉你 皇上没有来上乡之前 谁敢动手一方 我让他粉身碎骨 韩世忠 当着丞相的面 你竟敢如此放肆 你不把汴京留守使放在眼里 难道你不把当今皇上放在眼里吗 在我韩某眼中 只有英主 没有昏君 这可是你韩大人亲口所说的 大家可都听到了 我韩世忠今天敢说这样的话 我就不怕掉脑袋 你 这两个人是好多的 皇上驾到 好 平身 谢主龙安 朕先嫌两日身体不适 两位丞相担心朕操劳过度 所以便带朕出面之哀 但之后朕想了一想 这样对死者 太解慢了 对生者又失礼 所以朕就连夜风尘仆仆地赶来了 沿途一路坦荡 也没什么祸患险阻 朕在想 定是宗老将军英灵护佑 让朕能够应时到惊 一朝威武 上香吧 朕师兄 TSU RENT JOHN 请诸位准时参加 杜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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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云 锦帕 相云锦 相金的意思 相金 相云 刘 锦帔 相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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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铁肤图所向披靡 可也免不了损兵浙降 所以想让我在皇上的耳边吹吹风 让他尽早投降罢了 那你明天就去纪念皇上 他现在 一定也是六神无主的时候 我们刚从五国城回来 现在就劝皇上投降 太明目张胆了吧 该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杜将军 我想告假时日 没什么 我想送宗帅回镇将 只有我一人赴镇将 其余将士都会驻守潭州 不行 你得去驻守皇陵 驻守皇陵 潭州呢 皇陵驻守空虚 精兵随时可以趁虚而入 至于潺州嘛 我已派王谢将军去驻守了 岳飞 还不快去速速整兵 驻守皇陵 是 岳飞 岳飞 你身上的胆子重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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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